这道光皇帝来到东边打南鼠第四颗柱子上一看呐 这个小石狮子的形态啊 他一下子就想起 团缩在地上 被自己踹死的一围 也是一手扶着头 一手紧按着小腹 脸上啊 一副痛苦的表情 这皇上踹死了 儿子这会儿啊 别说肠子了 肚子其实都已经毁清了 你好 我是昆仑六十 今天咱们继续 把道光皇帝和皇长子义伟的故事聊完 这会儿就有好朋友说了 你前字书 这道光皇帝一脚 都把这义伟踹死了 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呀 哎 这故事啊 其实在有的说书人嘴里 才刚刚开始 咱们这回这个系列 讲的是轻功一案 如果讲的不是这一案呢 咱们今儿这字书啊 还真是可见可不讲 为什么呀 因为今儿这书啊 他沾了一点灵异 这话一说出来 我就担心啊 这平台不让播 可是仔细强项吧 应该也没什么 因为这故事啊 在北京城里流传的 已经啊 二百来年了 有这么一句邪后语 可能现在的北京人 知道的并不多 叫什么呀 叫段虹桥上的猴 罩住了 是形容啊 这个人一时没反应过来 猛住了的意思 当然了 也有人真的用来形容 某件东西被遮挡了起来 您看啊 现在的市政工程多了 外边都挡着围挡 是为了呀 市容他好看 所以说呀 都可以用这句 哎 段虹桥上的猴 罩住了 咱们要是从这开始说呀 您别着急 为什么呀 因为我先得跟您交代清楚了啊 这段虹桥挨哪儿 然后啊 还得跟您说说 段虹桥上的猴 他怎么罩住了 再来呢 就得说说 这桥河猴与道光皇帝和大哥义伟之间的关系 得嘞 咱们闲言少叙 也书归正传 紫禁城啊 有两道金水河 您看没有 天安门头楼 一道节庆的假日啊 就呼呼喷起喷悬来 那个 那个叫外金水河 那金水河挨哪儿啊 您一进五门您就能看到 一进五门就是太和门广场 在这太和门广场上啊 有一道像宫一样的河 在太和门与五门之间的内金水河上啊 有五座玉鹿桥 就像五把利剑 搭在了这张宫上 有人啊 是这么解释的 说天子啊 通过这张宝宫 把仁义礼制信 这五种中国传统的美德 辐射向了全国 您捋着这个内金水河呀 一直奔西 哎 也就是望您的左手方向拐 您会发现呢 在前边啊 有一座宫门 这座宫门呢 叫西河门 站在这个西河门底下啊 您就能看到 眼头了 是一大片的宫殿 这是什么呀 这就是五鹰殿 咱们今天呢 要说的这个段红桥 就在五鹰殿的边上 您要是赶个秋静天 从这儿过 树末凋零 那树上有残叶 地下有落叶 风一吹 刷啦啦的作响 说实在的心里边啊 还真有点渗透 因为这边啊 它游人不多 段红桥后边啊 就是十八怀 地势又比较空旷 所以啊 要说这气氛上啊 这边就有点诡异 您再瞧这段红桥没有 这段红桥啊 可是一座漂亮的古桥 在金水河上十四座桥里边 这段红桥 可是最老的一座 它老到什么程度啊 它老到啊 这座桥是一座原代的建筑 有人说你别扯了 整个北京的紫禁城 都不是啊 明初的时候 太祖朱元璋建的 是成祖皇帝建的 你怎么就能说 这段红桥 它是原代的建筑呢 这可不是我说的啊 这是那些个古建专家呀 考证出来的 这座桥 才是原代时期 大内的中轴县 至于它是不是 当年大都城的中轴县呢 这个我就不好说了 距离您现在所熟知的 北京正在深移的中轴县 往西偏离了150米 这座桥横跨南北 长18.7米 宽的是9.2米 桥面上铺着汉白玉的巨石 两侧的桥石栏板上啊 雕的是二龙春花 望住顶端啊 各蹲了一个小石狮子 您一看这石狮子 您就明白了 这些石狮子和明清那些石狮子呀 从形态上说是完全不一样 也就是说呀 它唯一敢少了一些比较灵动 尤其是呀 这桥东侧的望住 从南鼠 第四个石狮子的形态 是最为奇异 就好像半蹲坐在地上 一只手啊摸着脑袋 另一只手狠狠的捂住了小腹 再往脸上瞧啊 隐约能看出这个小狮子 十分痛苦的表情 诶 这个您听着耳熟吗 一手捂着脑袋呀 是一手捂着小腹 前文书咱不是说了吗 这义伟呀 就是上边挨了道光皇帝 一个窝心嘴巴 下边呢 小腹上又中了 这小干巴老头 道光的一记窝心脚 所以呀 才伤重不至 最后撒手人寰了 话说这道光皇帝 踢死大哥义伟以后 有这么一天呢 想去这五英殿 看看呀这书籍勘客的进度 哎他为什么去五英殿 因为五英殿呀 在友情一带 一直负责着宫廷图书勘客的任务 那著名的殿本书啊 就出在这儿 您还别说您家里啊 藏着这么一套一册 您就是有两篇啊 也够您呢 消费个年儿八的 视察之后 这皇帝呀 对图书勘客的情况 还算满意 于是呢 就要起驾回内宫 这皇上跟我不一样啊 去哪儿啊 他不能大不良 用俩脚垮着呀 他得坐轿子呀 他那个轿子呀 跟别人的可不一样 他在宫里坐的呀 实际上就是一个 八个人抬的大椅子 那个东西 还有我专门的名字 叫什么呀 叫布脸 您瞧那个唐代大画家 严厉本 画的那个布脸图了没有 哎 大概其呀 就是那么个东西 给皇上抬轿子的人 那是有正经称谓的 那叫什么呀 叫鸾翼卫 那河深河中他就是鸾翼卫出身 干这活的可有讲究了 你皇上再着急呀 这布脸也不能走的太快 为什么呀 得保证啊 让皇上坐在上边 他没有感觉 太快了 万一把皇上踮下来怎么办呀 当这布脸走到断红桥的时候 这皇上啊 无意间往桥栏盖上一看呐 他就是一愣 连忙啊 用这个脚踹这个轿笛 这鸾翼卫就明白了 这皇帝啊是要下轿 于是赶紧扎住了布脸 就把这皇上啊 放在了桥板上 这道皇皇帝来到东边 打南鼠第四颗柱子上一看呐 这个小石狮子的形态呀 他一下子就想起 团缩在地上 被自己踹死的一围 也是一手扶着头 一手紧按着小腹 脸上啊 一副痛苦的表情 这皇上踹死了 儿子这会儿啊 别说肠子了 肚子其实都已经毁清了 丧子之痛不说呀 又是自己亲手葬送的这个儿子 于是这道光皇帝 抚摸着这个小狮子 是痛哭不已 老泪纵横 哭通一声 竟然哭晕在了桥上 身边的大臣太监 这会儿可算是吓屁了 赶紧上来呀 给皇帝妈子前胸 垂打后背 总算呀 把这老皇上 给掐巴了过来 七手八脚 把这皇上啊 抬上了不年 可算是送回了后宫 要说这道光 打这以后 就别走断红桥了呗 免得皇上都触景生情不是 哎 这不行 因为这皇帝呀 平时去五英殿 要么去西园 这断红桥啊 是必经之路 在宫里呀 会拍马屁 所谓细心的人 那多了去了 那是天下这种人 扎堆的地方 这皇上还没说什么呢 这些人呢 早就把主意呀 替皇上想好了 于是啊 道光皇帝 如果再有需要 经过这断红桥 这皇上就发现呀 在望住 每个小石狮子的身上啊 都套着一个蓝布口袋 这些个小石狮子 都是元代遗留 年代上啊 就比较久远 所以说这风化严重 显得呢 就比较羞兽 再者呢 这雕刻手法又比较灵动 各种形态都有 你就说刚才咱们说 这个小石狮子吧 这种姿态 在明清的石科艺术当中啊 几乎没有 所以说 在很多人眼里 这断红桥上的石狮子 那就跟小猴子一样 所以呢 这一来二去呀 这句话传在了民间 才有着断红桥上的猴 罩住了这句邪后语 关于这件事啊 我个人是这么看的 两分的事啊 八分的影 没有这两分的事实 哪来的这八分的影子 不是 所以说呢 上文书结束以后啊 就有好朋友给我留言 问我呀 说这个道光爷 踢死义伟这事 你信吗 其实啊 我信 要不然啊 他也不会 宫里宫外 有这么多的传言 上文书咱们讲的内容 来源于宫廷传说 什么呀 那就是老太监的回忆 今天咱们聊的呢 又是这北京城 一个小二百年的民间传说 既然这宫了宫外 都嚷嚷动了 这件事呢 就有八分的可信性 您看啊 这义伟呀 再怎么着 是道光皇帝尸首所杀 这精彩故事就在明天 努尔哈赤 要诛杀长子 楚英